810472大公布謠言滿天飛韓民吃大蒜防疫 2015年6月2日要問A06大公布信 據韓國《中央日報》報導,新沙士感染病例在韓國快速增加 但比病毒傳播得更快的是謠言 在首爾,家庭主婦不敢去動物園 在超市搶購清潔劑、烤肉店的大蒜公不認求 因為有人聽說吃大蒜不會得新沙士 大營商場中有掀起了MES特殊商品風潮 據樂天稱,在5月20日至28日九天時間內 濕根和抗菌香造的銷售量與該月6至14日的銷售量相比分別增加了21.6%128.1% 同一期間,洗手液、口腔清潔劑和口罩的銷售量分別增加了12.5% 15.8%和7.5% 烤肉店裡要求提供大蒜的客人大量增加 這是因為吃大蒜不會得MES的傳言 56歲的白領金榮號說,光昨天就吃了十反大蒜 在韓國社交網站上謠言風傳速度倍增 在網站Dome的Aggara上,有人上傳了駐韓美軍實驗室中研製的新型生物武器 這是美國的陰謀,為了賣自己國家的MES疫苗而故意擴散病毒 MES產生於送往美軍基地的碳追肝菌等內容 這些貼紙不斷創下了數萬人的點擊率 同時完成為了高點擊率貼紙 對此,韓國國防部迫謠稱,駐韓美軍沒有在製造生物武器 送往烏山美軍基地的碳追肝菌也在疾病管理本部的參與下被完全殺菌